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字的甲骨文是这样写的 图形的左边是个耳朵的耳字 而图形的右边部分是一个右字 也就是一只右手 从整个图形来看 是一只手抓着耳朵 古代的法令规定 处罚罪人或者是俘虏了敌人 都要把左耳割下来 割下来的耳朵越多 功劳就越大 所以这个曲字的甲骨文图形 所显示的意义 就是用手获取左耳 因此获取 就是曲字的本意 就六书分类而言 曲是个会译字 词性是属于动词 经文的曲字做这样的写法 耳朵部分的形体小有改变 写成这样 而小传是这个样子 左耳的部分文字画之后 就变得完全不像耳朵的样子了 曲字在应用上 仍然保存本意的 例如王维的诗 《老将行》说道 少年十五二十时 步行夺取狐马骑 曲字在这儿 就是做获取的本意使用 另外曲字也可以 以身为选择的意思 例如《礼记学记》 《七年》是论学取有 意思是说 经过七年的学习 考核学生 看看他论说学问 是否深入 选择的朋友 是义友还是随友 此外 由于声音相同的关系 曲字也可以假借 做嫁曲的曲 例如《诗经》 《冰封》 《发科》记载 曲妻如何 是说 如何才能够取得妻子呢 曲字在这儿 就是假借做嫁曲的曲 来使用的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